字幕提到聯合政府的構想 柯平講說,郭台銘講說你們好像沒有睡飽 這各位怎麼看呢? 他說你剛下飛機受訪可能沒睡 我不是還沒睡飽,我還沒睡 昨天回來奇怪,我時差都睡不著 好,下一題 我想問一下,現在決定要投入總統出選 那竹林說會找適當時機跟你見面談這件事情? 有機會再談,我才剛回來而已 所以會跟他... 再想想看吧,要談什麼都還不曉得 總統出人來幫我看一下 好啦好啦,還有什麼問題? 你對那個歐友宜市長提到的杯子理論有什麼辦法? 我不曉得,我還沒看到這個消息 中華民國是杯子,台灣是水,杯子破了,水就流出來了 就是台灣跟中華民國這樣的關係,是杯子理論 好啦,這個沒...第一次聽到,還沒想過要怎麼評論 所以主席你是怎麼決定要選領表參選總統? 我跟你講喔,昨天講完以後突然發現今天是星期六 然後明天星期天,後天又放假了,所以下禮拜又再講了 所以有打算要領表嗎?參選 黨內的程序還是要走 因為不是只有他,還有很多人要參選 那個聯合政府的構想,能不能再跟我們談,為什麼想處聯合政府呢? 台灣要想辦法走出那個藍綠互鬥的這種泥島 我覺得三十幾年也差不多了 那不然永遠就是,你看喔 我覺得還是很明顯的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 因為台灣還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嘛,我也覺得 不是一個辦法啦,台灣永遠從三十幾年前分裂到現在 要有一個讓台灣可以重新團結一次 那朱主席他前一陣子有提出所謂的在野大聯盟 那您認為這個想法是一致的嗎?或者是有些不同呢? 在野大聯盟2014年我就做過了,但是我覺得齁 還是那一句話啦,我還是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台灣能不能重新成為一個團結的國家 我覺得我這次去美國你知道 我發現美國人也在問我說 那個蔡英文去來美國,馬英九去中國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一題幾乎每一個人都問 因為在外國人看起來,你們就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所以這也是我們自己要想一想 那這次去美國的話,您認為有什麼樣比較正面的所得呢? 因為外界說,這個就要去美國來做一趟面試喔 那你覺得說這次面試有成功嗎? 這也不是面試啦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美國還是台灣最重要的門棒嘛 美國在想什麼我們要知道,還有更重要的,美國怎麼看台灣我們要知道 還有美國的企業界啦,所以老實講 包括像台積電 就是很多題目嘛,他們會在想說台積電 到底要怎麼移動啊,這也一大堆問題啊,所以老實講,國家的問題比想像的複雜 那主席這次從美國回來之後,是有預計要做辦做財務擁有實在的方式跟計程互動嗎? 反正這幾天就先走大甲媽祖嘛,走完以後就開始工作啦 所以每個都會走嗎? 會啊,會啊,會走啊 今天會到下午四點 主席這次從美國回來啊,然後對柯郭沛或郭柯沛有沒有同心的一個心意的思考? 到現在,到現在也沒有進展啦,順其自然啦 好啦 那還是要問一下就是,那時候那個郭董啊,他說你提立聯合政府的時候,其實是沒有稅保 這件事情有沒有聽了很多? 不會啦,不會啦,我不是講過嗎?我不是沒有稅保,根本都還沒稅 好啦好啦